現在我真的覺得 柯文哲完全超無我們的理解範圍內 我如果看了柯文哲一路走來 我都很難想像 在台灣居然有一個政治人物 可以欺世道明這種程度 他完全偽裝貪財好色 到這樣的狀況 剛剛講 曲美鳳 本來早上我在看到中間的時候 我想會不會這樣嗎 有可能嗎 曲美鳳 我二三十歲就認識他了 結果呢 他居然去摸曲美鳳的手 我覺得這張人家真的 而且還要讓曲美鳳 當我們的國安會副民主長 我跟你講 寶貞哥最可怕的一件事 是什麼事嗎 他竟然完全不覺得 自己在冒犯曲美鳳 因為在那個當下 是這個會議室 在場有五六個人 大家全部都嚇呆了 柯文哲今天眾目睽睽之下 就直接把手 從中間這樣畫過去 畫哪裡 就從這裡啊 手位 然後開始往下畫 還是從下往上畫 總而言之 不管往上或往下 怎麼可能有莫名其妙 有人在眾目睽睽 他做這種事情 而且我跟你講喔 這個動作 你說這是一個很過分的動作嗎 你不要說弄裡面弄外面 都很過分了 而且我跟你講 我從他這個動作 我認為他絕對是壘犯 慣犯 那是壘犯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譬如說像我們女記者 跑很多這一種新聞的場合 確實會有一些就是 人家比較習慣手來腳來 通常是握手 在握手的時候 這樣手給你這樣 那你還可以說他老人家 可能就摸兩下這樣 沒有人 幾乎很少有人 會在眾目睽睽之下 用這樣的方式弄 這其實是有性暗示的 非常非常嚴重的性暗示 而且我有曾經有訪問過 就是盲人朋友 那我就跟他們討論 他就說他們習慣 會跟女孩子交往的時候 會摸手的那一次 為什麼 因為可以感受出他的皮膚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這個動作 等一下 你說最能夠感受女神皮膚好不好 是在這個位置 我訪 那時候訪那個盲人朋友的時候 因為他們眼睛看不到 所以我就說你們怎麼樣去 斷定一個女生漂不漂亮 所以柯文哲要去知道一個女孩子 皮膚好不好 他就會弄這裡 我是不知道 他明明有用眼睛用看了就好 為什麼一定要撕 但是 我跟你講一般可能吃豆腐 頂多是吃手掌的手背這邊 會弄到這裡 這真的是色大包天 你知道 而且現場有六個人 然後根據曲美鳳的說法 他當下是非常吃驚的 因為他們是在開一個 很正式的會議 結果後來他這樣弄完之後 他就覺得 你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事情 結果後來沒想到 他現在隔了一兩天 傳簡訊給他 傳簡訊給他 他直接說什麼 簡訊內容直接就是說 人不可以太漂亮 太年輕 太聰明 然後我沒有看過人是逆天 用這樣來形容 然後你知道 他跟形容完之後 曲美鳳整個就傻眼 因為你知道 對我來講 你是我一個就是 怎麼叫做逆天 就是一直說 他應該是 就還是很年輕 人不可以太聰明 太漂亮 太年輕 我第一次看到 第一次看到逆天 是什麼意思 逆天的意思 可能就是說 你明明看起來五十幾歲 但是你看起來像童言一樣 那更何況就是 反正就是一個形容子 但我要跟你講 你有沒有看到 曲美鳳都沒有回 可是你知道他第二天晚上 早上睡醒 你知道他直接跟他講什麼嗎 什麼 他現在直接一個意思就是說 他要給他 決定騙你當國安會的秘書長 還是副秘書長之類的 這個在以前啊 這個明朝的時候 這類似東廠耶 所以你知道代表什麼意思 所以我10月 我都沒有看到 上個是10月5號 下面講說 你太聰明 太漂亮 太年輕 我對我逆天 有機會再跟你談 第二天看你沒有回 我決定 聘你為國安會副秘書長 專責國內的增防事務 在明代 就是錦衣衛的頭目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我第一天跟你說啦 你不讓我聽到 我第二天我就用利用你 我就用利用你的方式 然後看你要不要上鉤 那我是不知道 曲美鳳有沒有回 可是國安會的副秘書長 可以隨便這樣給人的嗎 你給曲美鳳耶 他就選這兩個嘛 用人為親跟用人為色 所以現在看起來 曲美鳳有符合的標準 所以他就給 那從過去到現在 柯文哲身邊的一些人 不管是說他用了一個 不分區的相關的立委啊 什麼一些名單啊 從有中國人 但人家就覺得說天啊 你真的就是賣官兩個字 而且呢 你不要小看曲美鳳這個 賣官 他就賣官啊 我跟你講 有收錢的就用賣官 那現在很明顯 他覺得你有美色 如果你願意賣的話 我也願意 所以你知道現在很可怕 大家認為說 你這樣隨隨便便 就把我們國安會秘書長 這個位置 給賣掉了 給封掉了 而這個 其實裡面我剛剛講的 我第一個覺得 他叫他那天我覺得很荒唐 其實我覺得最不堪的是 我跟你根本沒有討論過 我也不了解 你對國安有什麼了解 而且你也統促黨的背景 我怎麼可以直接就跟你講說 你就當國安會的副秘書長 這是錦衣衛的頭目 正是聖上 聖上說的事 有什麼不可以的 整個國家都是我來管 他現在就是這種心態啊 我打賞給誰就給誰 我喜歡幹嘛就用幹嘛 我管你們其他人 有什麼意見 欸 曲美鳳 我覺得條件挺好的 長得漂亮漂亮 還逆天耶 有幾個人可以逆天的 所以他說他可以 他就可以 還好他沒選上 你選上來還得了 但是喔 我跟你講喔 因為很可怕的是 就曲美鳳的說法是 他後來在另外一次會議上 他會覺得你前一次 讓我有點不舒服 而且有點愣住 他在第二次的會議上 他直接是跟他 一直是有點說 你上次那樣子的動作 我其實是不舒服的 就你知道柯文哲他什麼反應嗎 在幹嘛 他今天是把頭 蹦在桌上就這樣 趴著 趴著 裝死 不道歉 沒有任何道歉 所以曲美鳳的說法是 他當下是覺得很生氣 就代表著 你用耍賴這樣的方式 意要我吞 那當然後來人家徐甫就說 可是你看起來沒有不高興 對 你沒有不高興啊 欸 不是啊 不管人家 人家叫你當面要道歉 就是代表不高興啊 重點是你有沒有做這個動作 你起來是有罪 有沒有徐甫 你要跟我講不是他高不高興的問題 是柯文哲有沒有做這個動作 陳佩琪最想知道 有沒有做這個動作 徐甫 你應該去問你老婆 你的老闆有沒有對你老婆 做這個動作 你不要講 你講什麼 啊 不然呢 不然呢 我說一句難聽一點的 你說漂亮 年輕 聰明 陳志翰有輸取美鳳嗎 如果今天 更逆天 我不知道他這麼逆天 但是如果今天柯文哲敢這樣 這麼明目張膽 在六個人面前都敢跟你撒 撒 就是撒啊 泰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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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了 所以你就知道 這 真的 我真的覺得這太可怕了 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 陳佩琪在前幾天他還講什麼 大難來時永不散 你看 這真的是讓我覺得 佩琪 你真的是愛錯人了 一輩子愛不到人 對 然後也凸顯出柯文哲就兩右 為用人為親跟用人為色 所以吳董 這兩個你都很說 我跟你講 曲美鳳是我 二十幾歲 不到三十歲 我就認識他了 我從來沒有聽過 有人跟他講說 這麼可以逆天 還有人敢對 曲美鳳多兇啊 還給這樣給他一撒 不是 曲美鳳跟我也是算熟 也算熟朋友了 因為 這整個事情荒謬 非常荒謬 突然間我早上起來看這個新聞 這算怎麼回事 我早上看很荒謬 我其實沒有準備要談的 我只看到曲美鳳 跑出來說 真的有回事 然後把簡訊弄出來說 你居然還要他當國安會的副秘書長 我就真正的踩到我的底線了 也不能夠說曲美鳳 不能當國安會副秘書長 我們先不要把太低估曲美鳳的能力 因為今天很簡單 如果柯文哲當總統的話 他就會找到比曲美鳳能力更差的人 那曲美鳳應該我們認識他的能力 還是專業的記者對不對 好了 我們這個事情 曲美鳳個人部分不談 我們從新聞的眼光來看的話 柯文哲什麼時候要起訴 我估計這個時間點 對 不可能搞成聖誕節起訴 這起訴時間點應該在12月中旬左右 那現在是11月快將會下旬 為什麼今天曲美鳳丟這個東西出來 為什麼 早不丟晚不丟 這時候丟出來幹嘛 我認為那是第一顆石頭 那個MeToo這個東西你也知道 讓你會很意外 對 一個人丟第一顆石頭 後面一大堆人丟出來了嘛 為什麼我敢講這句話 當時本節目就談過一件事情嘛 簡訊 這簡訊 今天檢調把他整個的簡訊跟LINE 全部都破解了嘛 破解的時候 柯文哲當時所有的東西被搜索的時候 他最怕什麼東西 他不怕他的錢被逮到 他根本不擔心錢的問題啊 他怕由執政黨或是檢調 把他的簡訊的內容公布出來 對 當時我們節目裡面聊到一點 他有一些懸詩的簡訊 那會置他於死地 那他人社會整個崩盤嘛 他真正恐怖的事情今天開始了 你知道嗎 問題在這裡 他的惡夢才剛剛開始 剛剛今天真人實事嘛 許美鳳今天拿著他的簡訊公開開記者會嘛 所以我今天 我的建議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第一顆石頭 許美鳳我如果不出意外的話 我認為他很快就會提起刑事告訴 因為這個東西 你現在因為民眾黨的回憶很簡單啦 民眾黨開始羞辱許美鳳嘛 那羞辱許美鳳 那許美鳳在台灣還要混嗎 不用了 不可能混嘛 許美鳳怎麼辦 很簡單嘛 打官司嘛 當然去告啊 就告柯文哲 告柯文哲現在有個好處 柯文哲原來以前可以說拒絕作證 拒絕出庭 現在不用 你在台北看守所叫了就來 馬上就來傳訊 我給你保證 第一顆石頭是今天剛丟出來的 後面還有什麼黃叉叉啦 陳叉叉啦 一大堆會丟石頭嘛 因為很簡單 MeToo是什麼標準 MeToo不是性侵害 MeToo叫什麼 叫做Heloshman就是騷擾嘛 你讓我不舒服啦 你對我不尊重就叫做騷擾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兩個背景不一樣 我是家裡面住的女生宿舍 你知道嗎 我們家有三個女生 我是唯一的男生 我對這個極為敏感啊 這種東西不得了的事情 你知道嗎 這個判下來的話不得了 這個比貪污治罪條例更重 他搞的不是一個嘛 我跟你講了嘛 你打啊 我跟你講你看看後面通通出來嘛 他不是第一次當人家 當國安會副民司長嘛 還有好幾個 他可能還更好 還有台英董事長 可能答應了一百個 你怎麼搞啊 你搞不過他嘛對不對 他就是一個騙子 雨萱 我現在根本同意吳董講 那個 這種根本就是變態的嘛 老人家是反社會人格 為什麼 反社會人格 色膽抱天啊 因為今天你柯文哲 跟曲美鳳不是獨處耶 如果說只有你們兩個人喔 大家還可以理解 不是我難以理解的是什麼 現場有一個 還有許子瑜 還有兩個三個 所以寶梨哥現場有幾個人 有六個人 而且大家在開會喔 不是旁邊剛剛講喔 宣明志的兒子 宣場就在那邊 然後大家看著你喔 然後看你他說 來來來來 你的走窩 走窩窩一下 欸 他說 你這樣 寶梨哥他摸完之後 你就說他不講話就算了 你知道他還說什麼嗎 他說什麼 你皮膚好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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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進到電梯之後 真的像輝珍跟他講的 盲人如果談戀愛 第一個摸是這裡 用這個地方才先判斷 你全身的皮膚好不好 對 走窩 這個叫專有名字 走窩皮膚最嫩的地方 然後這樣給他收了 給他摸下去 然後呢進到廁所 進到電梯之後 還一有未進 寶梨哥他還進去講說什麼 說 你這個逆天 逆天的腰筋 逆天的腰筋 逆天腰筋 你這個小腰筋 太噁心了 我都快受不了 我現在你講到 自己雞皮膚都撈起來了 那寶梨哥你知道嗎 蜜天小腰筋 對他的組合拳 已經演完整完這一出 對不對 結果LINE裡面 你要仔細注意到一個點 寶梨哥 這個在2022年10月5號 我看到我整八號都起來 寶梨哥請問這什麼時間點 這什麼時間點 他跟金華城 跟沈經濟在喬的時間點 這經濟不是 18號那時候 建造通過嗎 對 所以代表寶梨哥我看懂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男人不能有錢 有錢就搞怪 這時候他賺錢了嘛 他有錢了 賺錢之後 沒有色膽就肥了嘛 開始在東搞西搞 東莫西搞 你看喔 他講完這句話之後呢 下面這個是什麼 寶梨哥我跟你講 這跟演唱會一模模樣的意思 這個時間點是2022年 2022年 柯文哲有辦法選總統嗎 沒有辦法 哪有人在Promise 說兩年之後的事情 所以他這個在幹嘛 他在把妹 他等於在碰碰說 我跟你講 我有辦法選總統 來來來來 新聞處理完 我到時候讓人當國王 副秘書長 明代說東場 他後面這一句 他實在說這個位子很猛 很了不起 他在吹捧 他在damp 結果說徐美鳳幹嘛 已讀不回 根本就理到不理他 隔了一個月之後 我聽到民眾黨 還有人在講說什麼 你看他有回他貼圖 還是這樣子 是球球 不是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尷尬不死禮貌的微笑 回這句話就跟你句點了啦 你要看得懂了 這樣回貼圖給你之後 就沒有再講 但我把人家 我最火大這個人 這個人是誰 許甫 來各位你先看他標題 笑死 你全家還笑死啊 你老婆還笑死 指控柯沙拉 來喔 致敬獨家報導 這什麼意思啊 這什麼意思啊 你這什麼態度啊 這是人家過去的歷史 而且他是什麼 痛口的歷史 他是被愛的 受害者 他是受害者 你說你是媒體人 丟不丟臉啊 人家是受害者 然後你說他在致敬過去 自己的歷史 你真是丟臉自己 我沒有看過這麼丟臉的媒體人 不要說你自己是媒體人 你現在也不是 你現在靠你老婆 你說什麼 他現在靠他老婆 你說什麼 靠他老婆 還把周刊解放在中間 你這個人要不要臉啊 我真的沒看過這個不要臉 再來他說什麼 他說哎呀 曲美鳳他自己一月的時候 也說要來我們民眾黨這邊 也要參觀我們新莊總部 所以咧 你沒有聽過一個叫什麼啊 職權壓迫 為什麼 你們柯文哲選總統 對不對 那曲美鳳是什麼 統處長 跟你們淵源盛生 那這個情況之下 他能不能賣個面子嗎 不能賣個臉色嗎 他即便心裡有再多委屈 你沒有聽過這種事情嗎 受到委屈 哎 我就舉一個例子 當時 柯文哲是不是在外面 鏡頭前直播前 大罵你老婆 結果你跟你老婆 出來幫他洗地說 沒有啦 柯文哲那個口頭殘 我們都聽得清楚 結果你把他硬掰 把他掰成別的詞 然後你們兩個幫他洗地洗一整天 那時候我都不知道想什麼 那我請問一下 你老婆有沒有被霸凌 有啊 那你老婆為什麼不講出來 理由很簡單 因為柯文哲是主席啊 那為什麼曲美鳳要忍氣吞聲 因為理由很簡單 柯文哲要選總統 這邏輯很難簡單嗎 你去學一下性別教育科好不好 這搞什麼東西啊 我覺得這最可怕的是 現在整個民眾黨 不是只有柯文哲一個扭曲 這整個黨都很扭曲 所以拜託一下 你在搞清楚狀況 因為柯文哲這個已經不是 我們講單一的事件 或只是回而已 他是一連串的 在表達自己的態度 表達自己的興趣 所以讓曲美鳳非常不舒服 人家今天特別招愛記者會出來講 結果你民眾黨過去呢 講得一陣言辭對不對 罵別人的時候都說 哎呀 別人都錯 我從來沒有聽過你罵別人的時候說什麼 哎呀 需要兩狀騷亡平衡啊 需要聽聽柯文哲的說法 有啊 柯文哲的說法 我們可以看到啦 柯文哲的說法在哪裡 這就是柯文哲的說法啊 所以拜託不要那麼雙標